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准行政院长卓荣泰 今天宣布AI内阁的第二波人士 包含内政交通文化法务教育 这五个部会的部长人士出炉 520前会完成新内阁 赖清德新政府正在筹组 外界有期待也在观察 是否能给民众希望 但是才上任一年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似乎已被看破手脚 保林时安风暴 昨天蒋万安去市议会报告 来因自家议员提出 中央第一时间拒绝查扣食材 导致调查陷入瓶颈 蒋万安居然说有这回事 那卫福部次长王必胜暴怒 痛批蒋市府甩锅太厉害 自己做不好都推给中央就没事吗 那怎么会这么一点担当都没有呢 还有花莲大地震当天 由台志光乘坐的北市警用的网路 有一千多笔断网 平均断网的时间是半个多小时 还有断快一天的 那费率比人家贵也没比较稳定啊 蒋万安还不跟台志光解约 是在拖什么呢 反倒是北市府的员工餐厅被查到食材过期 业者遭重罚一百多万 终止契约返还场地 这个动作就很快啊 为什么呢 试看业者的背景吗 还有进化称改建案 柯文哲给了840%的容积奖励 被监察院纠正违法 蒋万安怎么没有调查撤销呢 还是因为建商是大佬就不敢动呢 那柯文哲说何意志都公开啊 但重点不是公开而是图力建商 柯文哲能回答吗 不过柯文哲把党内的批评声音 直接处理掉 民众党通过开除党员486先生 陈延长还有前顾问吴静怡 是停权一年的处分 486先生今天就呛柯文哲憋装死 一万块钱的党费还来 另外国民党现在在做什么呢 这个院长韩国瑜呢 第一次投下反对票 为的是什么呢 还有国民党的新科立委张志伦 公然为自家土地施压冻结国土署的预算 有这么的明目张胆毫不掩饰的吗 以及统神张家涵 都翻车道歉了 还在困兽之斗吗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深入了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发言人吴珍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再是政治评论汪洁明 大家好 还是政治评论于明梅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前民众长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将好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保龄中毒案呢 这毒素到底从何而来 到现在是查不出来 因为关键食材呢 第一时间没有查扣 那讲问呢 昨天到市议会去报告 国民党议员刘彩威直询 他就说了 3月24号是台北市府先去稽查 那后续呢 26号中央才跟进 但是呢 他说台北市府呢 就被外界骂翻了 说是慢半拍 而且食药署第一时间 似乎不太愿意 把食材接回去调查 这是刘彩威的说法 那蒋万安居然说 有这回事 先讲瑞哥 现在是我们看到 包括蒋万安 跟他们的国民党议员 是在套好招 要全力的卸责给中央吗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是非常恶劣的 为什么呢 他在形塑一个 那么相关的话题是什么 好像中央不愿意拒绝 把这个保龄相关的食材 给拿回去 另外一个是 好像要保龄停业 台北市政府啊 那么很 这个等于说 很有魄力 很有魄力 要把保龄所有店都停业的时候 中央竟然有人 魏福布什要署 竟然有人打电话来关戒 意思要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往中央一推 好像是跟民进党有关系 跟魏福布有关系 是这个意思吗 他要形塑的氛围 不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最可恶的是 台北市长蒋万安 竟然讲了一句说 对 你讲的这句对的话 不是就 把整个前面的那个 全部都架构起来 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吧 我就不懂 我这边有一份 那么3月26号 卫福布什要署 他们查扣 他们到保龄A13 那么所查扣的 简体35件 里面包括什么 龟丫条 香兰叶 然后酱油 老抽 豆芽菜 咖喱粉 巴拉巴拉巴拉 总共35项 结合蒙姐 这35项不是什要署 当天3月26号 那天去 会和台北市卫生局 还有毒物专家 这样一起去了以后 所现场查扣的东西吗 结合蒙姐 什么叫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是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马上知道的第一时间 请问是谁先去的 中央订定一个SOP 中央有高级实验室 但是 所有的一切的SOP 都是由地方先去进行集合 这个不然要你地方政府干什么 对 要你地方政府 要你现实政府干什么 其实第一时间 3月24号 北市府就去了 当然 刘才会自己讲的 跟虐童 跟这些相关的案件 刑案的侦办 还有消防的 结果就在都一样 当然是由县市地方政府 你必须先去负责嘛 对 所以呢 3月24号才是第一时间 不客气讲就这样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苛责 第一线的这个计程人员 但是 现在回过头来看 当然有人会说是马后炮 但是你知道这个马后炮 攸关到这个悲剧 这个案子 真正的关键所在是 3月24号台北市卫生局 你都已经去戳这个 福姓代班厨师的手了嘛 对不对 所有的砧板啊 刀具啊 什么东西都去 为什么不当场把这些 所谓的食材 你说台北市卫生局长 他怎么说的 他说没有办法 中央没有法律 规定要把所有的食材 全部查扣 谁叫你要把全部食材查扣 你不要采样 采样这样就可以了嘛 他今天改口了 他说中央不扣 所以之前的说法 这样也兜不起来 3月24号是中央去的吗 3月24号是你台北市卫生局去的嘛 你说因为中央 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中央没有这个 什么事都要中央 那中 我跟你讲 如果什么事都按照 SOP规定 有规定才办的话 台湾的重大刑案 五成以上破不了 五成以上都是因为很多 侦办的远警 非常的鸡婆 所以他们认真破案 所以因为这样才能破案的嘛 什么都要根据 有规定 我才要去做 不是这样嘛 你当天 他当天说要找食鱼 运数的 真几天 食鱼 没有找到 那你为什么不当天 当天的这个食材 为什么不采样呢 我们毕竟今天讲 我才知道嘛 不是24号而已嘛 25号也有去嘛 两天为什么不采 这些相关的食材呢 为什么不采 请问 去现场的人是谁 不是台北市卫生局吗 对 我们 我一直在强调 不想去刻着第一线的人员 是因为他们很辛苦 但问题是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跟这些议员 国民党 你们要用这种方式 推卸责任给中央嘛 对 两边都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就不客气说啦 中央卫服部是完美的吗 当然不是啊 食药署有该负的责任 但问题是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要把责任往身上推 对 太莫名其妙了嘛 很简单嘛 对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悲剧发生去知道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补漏洞 该怎么移送法案都OK 但是人民最讨厌的 就是在推卸责任 对的确 因为蒋万是市长啊 那面对事情就是去做好嘛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跟 市议员一起在联手 要推给中央 那这个听到这个讯息呢 卫服部次长王必胜 非常的生气 他就说呢 24跟25号 台北市府你们就去两次嘛 那你们食材不带我回去 还扯我们 第一时间不愿意 真的是绝不可思议 他说他不知道 这是谁关切啦 请说清楚 怎么会说 我们去护航保龄呢 这个保龄的 这个中毒案件呢 台北市府是用这种 卸责的态度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还有台资光的问题啊 那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绿营的台北市议员 林延峰 他就有说了 在花莲大地震那天呢 这个由台资光负责的 警用网路呢 当天呢 有1398笔都断网 然后最严重的呢 是有高达468分钟 等于从上午到下午 都是断网 那其中以这个 三妹的监视器专网 是占最大宗 有达到1250笔哦 台资光 你收的费用比别人家高 结果呢 也没比较稳定啊 那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北市府 蒋万安 你是不是应该就要决定 应该要跟台资光解约啊 那到底有没有解约呢 杰明哥 我们看到 这个蒋万什么态度 他说 未来不排除解除母约啦 还要等未来哦 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他还在等什么呢 我想那天很多朋友 其实有上网 在看网路 自己家有笔电啊 或者桌上电脑 甚至有看这个电视 请问一下断网了没有 基本上没有听说 任何断网的状况 网路非常的正常的使用 如果你自家使用 都可以这么稳定的 你知道这个合约是什么 我念给大家听哦 它叫做 录影监视系统 专用 传输网路 我要把这个专用 这两个字强调出来 因为说我相信 我们大家在家里 使用的网路 并不是专用嘛 因为它是条线 一条楼 一条洞楼 如果你们用的是 同样网路 大家要分网路来嘛 并不是专用 对不起哦 这个法案叫做专用网路 好 结果呢 其中大罪争议 就是这个3M吧 3M竟然高达 1250笔 竟然这个断网 你知道3M是什么 3M就是我们路边的监视器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 发生任何的交通事故的话 你在那段时间 你是查不到任何资料的 当时为什么 柯文哲要把 把这个所有的 我们说警察局 所用的网路 要用专网来使用 就是要避免发生重大事端的时候 这网路线断掉嘛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一般来说我们说断网的状况 很可能你的机台设备 比较老旧 或者是停电 请问一下台北市政府 在当时台北整个市 在7点50分到8点时间 请问有停电状况吗 没有停电啊 大家网路也都没断啊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的设备是不是出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知道答案 为什么你会有1398笔的断网 这件事情要给民众说明啊 你先让民众知道 这个网到底为什么断 你才能跟人家解决 解决所谓的合约的问题嘛 现在你是单纯说 这个断网断网 我们就要解决合约 那请问一下 你的证据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 了解他断网的原因啊 那都表示台资光网路 问题很大咯 当然你是专用网路 大家都没断 就他断 对 没错 而且你知道都是一样是透过地下到 地下这个水沟来做这个 所谓的传输嘛 为什么别人没断 你断了 这些事我们要先清楚啊 那费用还比较贵 对 而且还是3M 还是3M的 3M的 而且是3M是最争议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回到源头 你觉得蒋湾真的想处理这个事情吗 来 我念一段内容给他听 这是张维源 在这次专案里面 去询问这个蒋湾 他问说 到底你现在要不要终止 所谓的3M这个案子呢 就终止专案 然后呢 这个蒋湾就回答说 有 我们4月8号 4月8号已经发函了 那当然就问他 那是什么解决呢 4月8号 蒋湾就说 我们有15天的审议期 还有15天的审议期 而且这15天 如果台资光没有回应的话呢 那就可以解决专案 对吧 这样子合理嘛 对 就解决了 不是 他是说他不是要解决专案 是要继续用台资光的网路 只是价格回到1761元 请问 他意思说 只要台资光降价就好就对了 没打算要解决 你的所谓的专案要把它解除 是回归到2017年 柯文哲把警察局说的案子 全部交给台资安 我们正对那次叫做专案嘛 对不对 大家都理解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你当时 现在你觉得这个价格 甚至已经有人涉及到舞弊 而且关缩者是议员的时候 那你决定要把这个专案给取消 其实我觉得所有台北市民 都乐观其成嘛 对 让你找更稳定的嘛 价格更合理的嘛 这其实大家民众都可以同意 台北市民应该是支持 讲完去解约嘛 是啊 台北市民我相信都这样 你多花了这五 将近多花了这一亿元 有必要吗 民众就觉得就要 我花这么少钱在家里上网 也没有断网的问题啊 那回到一个关键点 我们一直以为 这专案断网是指的是 所有的网路系统 就是警察局这部分 网路系统全部都要关闭 换另外一家 没有 这又是一种 所谓掩耳盗铃的方式 上研法 他没有要断掉这个专案 是要把价格降回1760亿元 这次已经完成了 所以讲完在玩什么游戏 其实我们觉得最核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讲完必须面对的 他其实今天不用面对到 所谓的就是这1398笔的断网 他其实就可以把母业断掉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合约里面 其实里面很大比例是说 透过台资光要提供台北市民 至少8%到 第一关是8%的台北市民 都要使用到台资光 请问现在有到8%吗 连3%都没有 这就可以把母业断掉了 那我们就说 他就把这广泛的政府都拿进来 好 那我就算好 政府都拿进来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如果今天真的把这个专案给取消了 那表示台资光跟台北市政府 90%的合约就不存在了 因为警察局占了整个合约90% 所以这个专案一断掉的时候 母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讲完很清楚 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出说 要用1760亿元 我高度怀疑 有人跟他讲 如果今天你把这警察局专案给拿掉的话 母约就不存在了 他就真的要进行解决母约 讲完了这句说 未来不排除解除母约 虚晃一招 虚晃一招 因为今天假设 今天假设 你15天之后 对方没有回应或主动降价 或者是把这个整个来龙去脉 到底你怎么跟这个议员的沟通 或者你施压资讯局这事情 你没有交代清楚之前 台北市政府当然要把这个专案给断掉 那这个专案断掉的时候 你就没有解决母约的问题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达到 当时母约要求的百分比 你母约就尽情可以解决了 好了我们这样这么清楚 你觉得讲完会做吗 大家会觉得讲完会做吗 当然不会 那为什么讲完这样拖拖拉拉呢 那另外我们看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例子 这两天因为台北市政府的员工餐厅 食材过期被查到了 就被重罚108万 然后终止契约返还场地 妹妹姐 这个动作怎么这么快 台志光就这样拖拖拉拉呢 总讲那是因为 讲完可以对台北市政府 现在发生的事情 马上好像很干脆利落 因为现在他当家 没有牵扯到前后任的问题 前任的问题 可是台志光的案子不一样 台志光第一个 你如果说专案的话 专案是柯文哲时代定的 好了柯文哲第一 这个人呢 嘴巴很快 反正也很快 也很快 OK 万一他到达蒋万一把 或到达北市府一把 或说讲东讲西的 蒋万一如果第一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会觉得他很蠢 好不好 他的苦心营造的形象 他是容不得自己一点点有瑕疵的 所以一定要长拙 不要去惹柯文哲 那也不要去惹民众党 为了他也需要民众党的票 那第二是什么 柯文哲之前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大家说重点在于 就像刚刚姐明讲的 90%都是你这个纸约在执行 是因为警察局是最大的苦主大宗 在用台志光嘛 可是柯文哲那时候一直在说 根源是在母约 你为什么不去解除母约 好了众教官请问 母约是谁定的 母约是郝龙斌签的呢 完了嘛 郝龙斌呢 国民党的呢 得不好得罪 对怎么得罪 而且只有个郝龙斌吗 我们当初不是说 台志光旁边的股东关系 很复杂吗 会不会这个牵扯到党主席 或是谁谁谁谁 不知道呀 那到时候如果一颗肉粘插下去 那还得了啊 那动摇不只是讲本 还动摇党本啊 所以要明则保身 就是嘴巴呢 就糊隆糊隆几句说 所以有大佬 然后又有柯文哲 这不好惹的 对 就拖了 然后呢 就给你打太极拳 打马虎燕 然后就说 我们这个一定是 这个 比如说 一切都是依法处理 依法办理 但在依法依在哪里 他有处理吗 他有动作吗 没有 甚至于 你看看 有议员所知什么 他不是给人家空白的资料吗 对 这就是甲婉营 所以那个市府的业者 比较小咖了 所以就可以马上终止合约 反玩场地 对 那个就 我告诉你 就个霹雳手段 我告诉你 这个教授你知道吗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这不是最典型吗 对 再来我觉得甲婉营 他有一个法宝是什么 我现在发现处理事情 SOP是什么 就是说 只要能够推为给中央的 我全部都推给中央 一推256 不管说是保龄的案子 是这个样子 不管说是儿虐案 他就说 我们什么都配合中央 什么都是中央中央 反正中央是民进党执政 我甩锅给中央万无一失 我不会牵涉到 蓝白的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还可以汲取蓝绿的这个对立 然后反正本来绿呢 就不会投给我蒋万安 所以我就甩锅给中央 这就是他标准的SOP 但是我只是想要请问台北市民 我们生长在这样的 我们在这样的城市 我不晓得台北市民到底 你受够了没有 你能够忍受这样蒋万安吗 我发现蒋万安是这样 你叫他去陪着婆婆妈妈跳土风舞 秀他是三宝霸 他很有高兴很有兴趣 可是你叫他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要不就甩锅中央 要不就归缩 要不就是官样文章 要不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危机处理 这就是他的SOP 那为什么 我最后只讲一句话 我觉得那是因为选民宠出来的 如果今天我举高雄来讲例子好了 韩国瑜做不好 韩国瑜被罢免了 票数比他当年投的票还多 得到票还多 我请问你 本来陈其迈就很棒 陈其迈接手后是不是战战兢兢 韩国瑜现在当立法院长敢乱来吗 还想再重言耻辱吗 为什么 这就是选民给的教训 可是今天台北市民如果说 我们选出来的市长 蒋万安我们忍受他多好事情 他上任多久 你看他刚刚我们就最近讲的 石安的问题 他这个已经不止甩锅 各位他是公然说谎 我再说一次公然说谎 到今天蒋万安 我只问你简单两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问题你说 中央好像套招的 不让你查扣食材 那我请问你 哪个地方 新市政府不会去查扣食材 中央有说不准查扣食材吗 没有 如果照你这样讲 为什么3月26号中央会同的时候 这时候就查扣食材了 莫名其妙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请你王必胜也讲 请你告诉我嘛 我觉得这招真的太恶毒了 众人在看跑马灯的时候出来了 中央下手太绝太狠的护航保龄 后来苏培不是踢爆了吗 下午再问他说我没讲 中央也问你是谁 谁打这通电话 你说有人是谁 跟谁接头的 怎么讲内容 你讲不出来 可是你成功的甩锅 你成功的谢哲 你说谎 那我请问你 一个说谎的市长 一个谢哲的市长 台北市民 你的孩子居住在这边 你可能是不安全的 北投不是还发生额掠案吗 这个凯开案子都已经多久了 北投还发生集体的额虐案 讲完你检讨了什么 食安的问题 你以为地下街 这个商城商店的最棒的 百货公司 原来是这么不安全 然后你以为网路 大家用的都没事 结果最贵的有事 然后光鲜到府 原来是到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还这样断网 然后你应该马上要解约的 你不敢解约 那很多东西你就说你配合检掉 不对 所以应该是你要主动来调查 主动来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 讲完都已经当市长了 那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多的争议 那看起来好像是两手一摊 都没有办法嘛 那反而是对那种小厂商 就很快就把他砍掉了 所以呢 就是因为业者的背景不同 他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吗 那特别是还有金华城案 为什么柯文哲给了840%的荣基奖励 那当然柯文哲就说他推给什么 何意志嘛 但问题是现在也是蒋万要处理啊 那为什么蒋万不撤销 不调查呢 来吴珍 显然蒋万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他都完全无力解决 那只会推脱拉吗 对我们看现在台北市政府 面临到非常多的重大的案子 甚至有些可能涉及弊案 包含我们刚刚前面提的保龄案 到底后续现在怎么样 包含台志光案到底现在要不要解约 那我们今天也提这个金华城案 更是现在应该蒋万迫切要来处理的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了 就是金华城案 这一栋建筑最早在台北市 黄大洲当市长的时候 它的容积率是392% 那到了好龙斌的时期呢 这个金华城 因为后来他们一直希望 可以要去把这一个容积再往上提 所以当时在好龙斌时期就要申请多目标 多用途 那好龙斌的时期一直不放 但当时监察院也有委员去做纠正 所以后来到了柯文哲上任在2018年的时候 首先那时候2018年 柯文哲就放了一波这个金华城希望的容积 把金华城的容积从392% 提升到560% 其实这个已经是大要禁了 那大放送了 没错 但是在柯文哲任内的末期 又再额外加码 把这一个金华城容积从560% 再提升到840% 再放送了 没错 这个增加的幅度非常非常巨大 因为我们知道说 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 容积就其实就表示说 一个建地 我们上面这个楼可以盖多高 它的楼地板面积可以有多少 那其实大家知道楼地板面积就是钱 因为你建商盖好之后 我是照每瓶每瓶来卖的 我10瓶就可以卖10瓶 20瓶会卖10瓶 中山区一瓶200万起跳 没错 这个地方确实现在估价是一瓶超过200万 所以其实容积等于白花花的银子 那这一次560增加到840呢 事实上这个部分大概增加了 数字的折合回来 大概是差不多2万瓶了 等于多送两倍了啦 对对 所以非常巨大 多送两倍的瓶数给这个金华城了 对 2万瓶其实大家想 一瓶如果市价200万 那其实就400亿 哇 非常多 但是我们就是认识 这个840%之中 有这次主要是在560再乘1.5 150% 所以这个增多增加50 里面是30%的容积移转 就这个建商 其他地方容积它转过来 20%是容积奖励 它是政府给的 那容积移转确实是合法 但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20%的容积奖励 现在问题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今年1月的时候呢 监察院正式的纠正 纠正 也就是这一个 20%的容积奖励 台北市政府 是用了很多名目了 任性城市 你做到任性城市的贡献 我给你4% 智慧城市 你这个做不错 给你8% 宜居城市 绿建筑如何如何 也给你8% 总共加起来488 加起来20 那现在问题是说 监察院纠正了 因为刚刚讲 容积就是钱 而且容积是公共财 因为一个地方 你人越多 越多人进来利用这个空间 我旁边道路 也要跟着调整 我这边的污染运输 什么都要跟着调整 所以容积全部都法定上线 所以其实监察院 调查过了 而且纠正了 那现在柯文哲的回应就说 都合一制 然后会议记录都上网公开 这个问题是公开的问题吗 合一制又不代表 就没问题 监察院已经明确裁定了 这就是明确重大的违法缺失 最主要是因为 金华城这个案子 根本就不是都更案 他完全没有都市更新 他只有原地改建 凭什么金华城原地改建 台北市政府 多给他20%的容积奖励 这个是完全的违法的 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蒋万案现在市长 照理说他应该可以撤销啊 这不是监察院都说是违法了 所以蒋万案动作在哪里呢 因为今天 昨天 昨天刚好台北市议会 在专案报告 事实上 明显哥应该有参与 已经包括民进党的议员 国民党的议员 很多人都已经说 包含蒋万案应该要针对 前朝这个状况 你要发起行政调查 政风调查 再来这个违法赠予的容积 现在是不是要撤销 因为从来到尾 你根本没有法源依据嘛 但问题是蒋万案好像现在 这个直直乌乌 好像没有明确的表态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金华城的拥有者 威京集团 他的后台真的很硬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威京集团 金华城 100年的时候股东名单 你看里面 包含威京集团的沈庆金 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也在里面 黄大洲他的身份 当时是这个沈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 这个就是沈庆金爸爸 也是威京集团基金会 那里面下面很多人 包含说这个第一投资 其实第一投资的当时负责人 也是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常委 所以沈庆金跟他的弟弟 这个沈庆光 其实两个人 都是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常委 并且政商关系非常绵密 所以柯文哲跟这些人 政商关系很绵密 现在他在任内违法赠予 这样的违法容积 现在蒋万安要不要处理 蒋万安难道你要因为 威京集团后台很硬 跟国民党关系很妈 以前当过国民党中常委 这时候就要包庇 这时候就不处理不面对吗 蒋万安应该立刻给市民一个交代 对 来 来 来 明显 这个蒋万现在面对这么多的争议 从保龄都推给中央 然后台志光明明可以解约 也在说不排除解约 拖拖拉拉 再来金华城案 明明都违法了 那为什么蒋万都不动作呢 只因为背景不一样 处理的方式就不同吗 不能说一面讲说 讲完拖拖拉拉啦 譬如说台志光已经有专案报告 今天有专案报告 然后也移送检调 像我今天也有咨询 因为今天确实专案报告 我想说第一个 柯文哲任了106年订定的指约 还有包括他的费率确实过高 订定也不公平 指约已经解了 我今天要求 今天很多议员 包括部分男女都要求 如果司法侦办进一步的时候 母约甚至也可以解约啦 对 包括可以接管啦 第二个确实台志光在 在跟台北市政府交手过程中 太嚣张了啦 他确实也包括新闻给台北市 我今天咨询的时候 问警察局长啊 确实台志光新闻给警察局长 在呛声说 你们缠着三天断讯吗 就真的这么嚣张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 跟政府做生意有这么嚣张 你不管他背景是谁 不要讲说这某某某是谁的 那时候看起来要掰 本来就该跟他解约啊 对 那第二个对于那个 对于金华城这个 监察院确实认为说 引用那个相关融奖的 那个法条是不合理的 中太多了吧 讲官职讯也认为说 他认为不合理 比如说如果相关融奖 金华城应该最最高的是 可以拿到六七八啦 结果他拿到八百四 过程中gap他确实太高了 一瓶换两瓶 一般民众的住宅叫住三 住三如果老公寓的话 四成楼五成楼一瓶换一瓶都不容易 甚至有一些是在住二楼 住三的话容机率是225 甚至有些到住二才120 120的话住二连一瓶换到0.5瓶都没有 那像那个金华城 金华城这个老讲八百四十% 这个叫做一瓶换五瓶六瓶 这太过分了 所以这个不合理 讲话可以撤销吗 没有所以讲话讲了说 这一部分检掉也在查 这个也立案 讲话都推进检掉 行政作为都没有 不然你讲说检掉都不要查 里面有个过程 这个全部都移送 镇峰跟检掉 这个全部移送 镇峰跟检掉 哪里有问题 有没有利益输送 柯文哲势必要负责 所以都要等这个司法调查一个 所以你也不能说 大家只能说初步认为说 这个不合理 过程中确实有猫腻 那能不能抓得出来 有没有利益输送 你不要等金华城盖起来 他现在正在动工 一旦去好利就没有 没有该法的 如果盖起来该炸掉就炸掉 你要先确定 看起来不合理 容积那么高不合理 那问题是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利益输送 有没有确定 就是要查清楚 所以现在包括镇峰跟检掉都在查 总讲这个我有意见 热个人补充 我非常的感同声 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我父母在板桥留了一个 50年的老旧公寓给我 你知道已经谈都更谈的 多少事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卡在容积率 我就不懂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的政府很奇怪 靠捷运站更近的奖励容积率 你已经有捷运之变了 你的房价也已经涨了 最后你有奖励容积率 我们这个在800公尺外的没有奖励容积率 所以呢 奖励容积率很低 刚刚明显已经讲了嘛 你在住一般来讲住山的话呢 你的容积率很低 各位容积率是什么 容积率就是 你如果这个地方老厨要定去大楼 你也可以去外大间 可以去外关 你的家庭的家庭 一般都是越盖越小间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你看这次地团 这次地团 发展地团 为什么这么多围楼 都50年以上 30年以上 为什么这边都没有赌务 因为你的容积率 不要说奖励容积率 你的容积率 以前还有一个听车庭的容积率奖励 意思是说 你如果开放部分 可能做听车庭嘛 我罗罗就不懂啊 靠捷运站就代表市長啊 他不是说财团是拿着刀叉吃人肉 为什么对老百姓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刚刚讲的实话 一瓶换一瓶都不可能 为什么他可以一瓶换那么多 住三是不可能 他一次 不管可不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可能 他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唯独对这间 我不可以 为什么他可以 不敢说土利 但是他又赚了好几百亿嘛 他就因为多赚好几百亿嘛 你柯文哲不应该出来讲吗 柯文哲出来讲 这个是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大家线上 那时候疫情期间 大家线上开会 没有意见就通过 我告诉你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要知道为什么 对 因为为什么别人都不行 老百姓都不行 为什么 财团不是你 独立建商嘛 他们就可以 政风单位不是没查过 政风单位怎么说 决议由委员会合议 那个等于说通过 对不对 上书有据 四个字叫上书有据 几百亿呢 对 我们老百姓 连一瓶换一瓶都不行 这很扯 谢国良 谢市府不是也都合议制吗 不是也都合议制吗 就推嘛 对 不是 那里面大家看一看 请问一下市府代表多少人 然后有没有都同一批人 在当委员 有没有 而且真的是合议制决定的吗 对嘛 对不对 还是市长决定的 我告诉你啊 就算是合议制 那里面都可能有猫腻 把名单摊出来看嘛 那里面有多少市府代表吗 有多少跟他关系好了吗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给他可恶的是可恶在哪边 对 刚刚这个吴珍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是重建 他不是都根 他用的奖励 他是用都根的概念啊 他什么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律建制 对 用都根条例去奖励 这不是摆明的违法 这里面中间没有猫腻吗 第三多可恶 刚刚瑞德你只讲说 房子这个 皮皮大小和差 这大家很有感哦 我跟你说 总之你去那附近看 他附近其实 附地 旁边那个马路 他旁边老房子已经挺很久了 都没办法动 我问你 840的那个农基率奖励 那家庭的外观 你附近的家庭 你看得到太阳吗 你会不会整个视野都被挡掉 是不是都被遮住了 结果你财团在那边赚了5000多平 然后农基奖励成这个样子 然后柯文哲就一推256 这何一字 有本性来告 那好啊 不然我们都乱讲 你来告我们啊 对不对 为什么 你坑我的心绪 吴珍你要补珍 我补充一个点就好 就是 因为刚明天哥讲说 现在台北市政府也把资料送检掉 立案调查背后到底有没有舞弊 我想强调舞弊跟这个 要不要把这个违法的容金取消 其实台北市政府是可以分开来进行 因为包含 国民党自己议员也在议会主认为说 这个违法容金要撤销 市长有权利啊 甚至当时在都委会开会的时候 台北市法务局自己都有提醒 都发局说 都委会没有权利能够 不是都根 但是比照都根来给容金 这是台北市法务局自己的意见 所以既然这个部分是没有法源支撑 是违法送容金 就算没有舞弊 就算现在还没有把弊案查出来 其实蒋万安都应该要把这个容金来取消 是的确 益三兄 蒋万安现在考验他啦 他如果不做的话 是不是等于就是护航业者 没错 柯文哲躲起来 蒋万安不要躲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是郝龙斌说出来的 郝龙斌除了讲台志光案 柯文哲违法之外 他还讲了市北科金华城 如果再加上北流案 再加上大局大案 都可以再成立一个连政委员会 调查科市府里面的新五大弊案了 新五大弊案 行政调查 检调调查规定 司法调查规定 司法调查 行政调查本来就可以调查 就可以用正风组成廉政委员会 调查柯文哲任内的不法行为 这件事为什么那么过分 我这件事要肯定国民党 国民党黄大中时期 包含阿扁时期 包含 马英九时期 这么多年都坚持叫做392 因为他们认为说七成 五百六十的七成 因为有三成要捐出来 给所谓的公共用途 所以才核准392 五百六是监察院 在科文哲第一任任内 监察院有纠正台北市政府说 你392给的太少 你不能这样拗厂商 监察院有帮进华城讲话 说监察院说 你要回复到商业容积率的 百分之五百六十 这个叫商业容积率的最高的规定 所以监察院不是刻意的针对进华城 他是针对法律上面 允许进华城盖的 叫做五百六十 进华城有没有不买 进华城不买 进华城还提起行政诉讼 因为进华城要六百九 六百八 进华城要六百八 六百八行政诉讼 而且进华城是败诉 也就是说监察院跟所谓 科文哲第一任任内 所核定的五百六合法 而且合乎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结果科文哲叫做什么 要五毛给一块 人家才要六百九 你给到八百四 大放送 大放送 人家要六百八十的容积率 进华城只要六百八 他们在所谓的行政诉讼里面 说我要讨回我的权利 叫六百八 结果你科文哲 一瓶换两瓶 第一个有没有舞弊 第二个行政上就应该 整个监察院纠正的 就已经行政上有疏失了 讲外案在行政上 如果持续让他过关 这就是变成你的事 你也放水 所以讲外案其实于法有据 于法有据 因为监察院已经纠正了 而且监察院的纠正 我说监察五百六 也是监察院纠正的 由于监察院不是针对 所谓的精华城 监察院是针对法令上面 允许精华城的 就是五百六 而且精华城败诉了 行政诉讼都败诉的情况下 科文哲给了八百四 绝对不合理 这个是讲外 你要推动大都更时代 人家一瓶换一瓶都换不到 结果精华城被科文哲 一瓶换两瓶 要五毛给一块 科文哲你不要躲起来 躲在桌子里面 躲在卖料那边浮血 你要说清楚 当初你为什么给了 这么高的容积率 五千多瓶的楼地板面积 一百二十亿的商业利益 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说清楚 讲明白 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昨天开会开除党员 电商名人486先生 陈延长还有钱幕僚 吴静怡是停权一年的处分 那理由是说 党员已不时指控污蔑 诋毁政党 以及党内人士的名誉 然后486先生 昨天在这个脸书上就反呛了 今天更是说 这个呛科文哲 你不要装死 选举赚了那么多钱 一万元党费 还来民众党搞错方向 而且扬言要请律师团 每天紧盯民众党 还有科文哲 黄国昌的言行 来瑞德哥 怎么看这个民众党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开除486先生 486先生跟我非常熟 那么他今天也有委托我 帮他讲一点话 为什么 因为486最近身体不太好 还要互健 拉脖子什么都 所以没有时间 这个等于说上电视 那么486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过 有两位民众党的人 找过他了 艺术就是说 486是缴一万块 终身党员 民众党终身党员 民众党是一个柔性政党 就因为怕人没来 所以一大堆 你本来党的都可以来 然后他又缴了 一万块是终身党员 终身一辈子 一年如果缴几百块党费 他是缴一辈子的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针对486 意思就说 你去批评 柯文哲就对了 这样不行 不可以批评 柯文哲就对了 然后警告他就对了 然后后来486 那么因为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是有关于 这个他质疑 因为柯文哲是讲 突然间蹦出一个 还记不记得 说要收银河汤 要收什么意思 就说要拿两亿美金出来 这件事情柯文哲到现在没有交代 没有交代到底是谁 到底是什么事 到底干嘛 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牵扯到收银河汤条款等等 当时486是要 柯文哲说出他是谁 然后呢 要这个检调呢 去侦办这个所谓的 要拿出两亿美金来收银河 他最主要诉求是这样 对 那当然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提到的是这样 也没有说要告柯文哲啦 不过 不过因为柯文哲不爽 所以呢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有这个所谓的 停前两年处分嘛 停前两年处分 那486就很不爽啦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没有就你的人格啊 我没有就你的人格 你去跟他告嘛 那为什么你不要跟他告啊 对吧 那后来因为在3月12号的时候呢 那么他认为说 有人 号称是有人去检举 有人跟民众党继续检举说 486身为党员继续发表 对这个所谓的 又是党员 其实就党主席柯文哲不立的言行啦 所以呢 再打一针 所以呢 要求他来3月12号回函 486人说我没做不对 这是言论自由不是百分之百的吗 柯文哲不是叫他的小草 就是要言论自由吗 就理性务实科学不是吗 对 结果最后他就没在插一叠 最后昨天就把他给开除党籍 非常的生气 我跟你讲 486先生我跟你说 他没在缺钱 他有10亿的身价 我告诉你 他自己说的10亿的身价 我大概10辈子都没有 我10辈子都不会有10亿的身价 他有10亿的身价 他不是在看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时候包括乌克兰啊 包括那个我都有跟他讲 马上就捐钱 一捐钱就几百万 都两百万 这次花莲地震也是两百万 上一次六年前花莲地震也是两百万 后来因为不爽花莲县政府的这种方式 对吧 对这个捐款的方式 他后来把两百万应要回来 改捐给门诺医院 486非常有可能打官司跟他要回那一万块通知党费 不过我根据我对486的了解 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天蝎座 所以呢务实的天蝎座就是说 人家也不是说一定非得把他一万块要回来 那是一个金蚀嘛 我跟你说 他就跟你说有10亿 所以他不要的不是钱 是一个金蚀是一个公道 对 所以呢 像我就建议486 他当几年的民众党党员 把每一年的党费扣掉 比如说当五年 扣五年的民众党党 其他的钱从一万块里面扣除以后 还给人家 你要开除党 你有没有被开除啊 对 既然是终身党员了 终身党员 怎么给人家开除呢 张一善应该不是终身党员 对来来来 我是创党的终身党员 糟了 张一善这样糟了 486危险了 张一善如果没有还钱 486大概也不会还钱了 不过不一样的是 486真的找律师 搞不好真的告他到底这样子 跟他周旋到底 绝对跟你没完没了 来一善兄 终身党员在民众党是可以开除了是不是 当然都可以开除 因为终身党员只是钱缴的比较多 一万块缴出去以后 不用每年再缴党费 这是要终身党 你觉得民众党会退钱吗 当然不会退 收完以后就不退了 收了就不会退了 这个要讲一下 就是说整个中平会的制度 其实民众党到现在 也还没有一个机制 完整的机制 其实说比如说民进党的一个中平会要开除人的时候 其实党员是可以申诉的 有申诉的广告 还要到仲裁 其实党内应该设计一定程度的机制 来对于党员的开除的事件来做申诉 但是民众党一定没有 他们可能连仲裁委员会在哪里都不知道 党章有规定 但是没有仲裁委员会的任何成员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要讲的是说 国内史才被停权一年 太轻了 骂不够凶 应该开除才对 因为国内史讲什么 国内史今天讲了 柯文哲的民调的假老二 民调 民调 第三夫人 他说我没有抹黑了谁 其实他说的是事实 他讲陈辈其是第三夫人 其实还不是抹黑 而且是一种尊重的用语 怎么会是抹黑 他已经说我怎么抹黑了谁 所以不要落魄到没有声量 用政治迫害党员来称声量 这是国内史今天讲的嘛 那另外又讲了什么 你是不是来转移精华成案 还是麦寮 浮选不利的声音嘛 其实我说柯文哲 其实最怕现在碰到的 就是问他台北市市政的问题嘛 他现在都躲到麦寮去了 结果他必须 因为麦寮浮选不好 所以必须要用开除党员的方式 来称声量来转移焦点嘛 另外国内史说了 柯文哲自己的言论 才叫做抹黑别人嘛 因为他常常骂人家是狗 骂中平会主委是狗 自己争议一大堆不是吗 不是他还骂中平会主委是狗 这个比较严重 而中平会主委 今天当了柯文哲的一条 我们不要骂人家是狗 但是就是用了听了柯文哲指示 去开除了这些人嘛 另外他还讲了高宏安是养女嘛 学姐是花瓶嘛 这个都是柯文哲的言论啊 那一年了解会开除这个486 应该就是柯文哲一人一致 当然是一人一致 中平会有所谓的合议制吗 大家可以讨论吗 当然中平会一定是柯文哲指示下来 才开除了人家嘛 柯文哲之意 否则就会被所谓的 之前的中平会主委一样嘛 被骂是狗嘛 所以柯文哲是用怒骂别人的方式 真正抹黑怒骂别人是谁 是柯文哲自己嘛 所以如果以言论自由来讲 如果以抹黑怒骂来讲 要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 最该开除的是谁 民众党最该开除的叫做柯文哲 Esan那这个486算是第一个被民众党开除的吗 我就是被开除 所以486是第二 开除已经很多人被开除了 开除有没有意见 像我就没意见 我就开除就开除了 有些人有意见 你应该党内有一个申诉的管道嘛 民众党目前这个机制是没有被检查 是没有申诉的管道 OK好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这些人当初为什么会入党 其实是认同柯文哲的 包含龟石 龟石从2014年 就义务的帮柯文哲服选 义务的帮柯文哲操作网络 操作那群组都不收钱的 这个东西叫做 他因为这样子还被所谓提名 做不分区立委嘛 虽然二十几名 但是还是不分区立委 也就是说很多的柯黑 现在对柯文哲的不满 都是因为之前非常支持他 而他的言行跟做法 已经惹到所有的柯粉 现在都变成柯黑了 杰明哥怎么看民众党 或说民众党其实应该就是柯文哲 会开除486 因为就是柯文哲一人一致 那如果您这样开除的结果 对于民众党未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好呢 还是不好的影响 我跟他讲一句话 其实486被开除 在很多忠贞的民众党的心理中 可能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开除有道理 柯文哲是我们阿伯 柯文哲是我们精神领袖 柯文哲是我们精神导师 没有柯文哲 怎么会有民众党呢 不容质疑 对你怎么可以去质疑 我们英明的领导人呢 而且你不是只有一次 你是好几次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于现在的 我们说的这个柯粉 来说的话486被开除呢 对于这一次 接下礼拜六的选举呢 是正面的 因为要开始选举了 所以柯文哲要强引起来 拧均共事 一定要在这选举里面 拿下一席的这个乡镇长 其实我这么说一句话 你今天的民众党 他真的叫做台湾民众党吗 我想民众都很清楚嘛 他不叫台湾民众党嘛 他叫柯文哲党嘛 那因为486讲一句话 他对民众党是充满了信心 特别像这次他们说 可能开除理由 就是因为这个两亿美金的事情嘛 但是他也说清楚了 这对民众党是很伤的啊 我们的党主席 怎么可以接受 一暗示着有人要用两亿元 来当他当这个 这个负中奥选人呢 对民众党这个是有伤害的 所以他提出质疑嘛 所以这个质疑基本上 在非柯粉的眼当当中来说 这质疑是正常的啊 我们也好奇啊 国民党到底谁拿两亿美金 跟柯文的见面啊 我们也想晓得啊 那现在就说486跟这个 吴静怡两个不一样嘛 一个开除一个停权一年 那他们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嘛 意思就是啊 这吴静怡呢 骂得不够凶 没有这个486这么的 这么的可恶 所以停权一年 对对 吴静怡来说这很伤啊 对 其实我们这样讲啊 真的因为毕竟啊 因为486先生 他有自己的网络系统 他自己在媒体上面的声量 流量部分 他是有一定的流量 他是自带 自带网红流量 那吴静怡比较多的 比较多一点点 他是在媒体上面 当来宾来做说明 所以杀伤力而言 当然486的杀伤力 还有他网购的会员群众 流量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他的这个杀伤力很大 要知道柯文哲是一个 为流量试问的人 那流量大 当然对他有伤 他当然要把他除名 那除名完之后就说 这个是486 他不是我们民众党 他爱怎么讲 就是一般的这个其他的网红吗 跟他没有关系 但我们严肃讨论一个议题 请问一下486先生讲的 就我们一般中性来看 举例说明 柯文哲之前提到一件事 他从小被他父亲家暴 就是父亲这样打他 所以他看到他父亲 会觉得有点惶恐 其实他是在解释 当时这个有关农地的问题 他提出这样想法嘛 486就说一句话 你怎么把你父亲的家暴 拿在这个媒体上公开讨论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486谈有他的想法 别人谈有别人想法 他提出的质疑 你知道立刻没停权 就有些民众党党员就质询他说 这资料来自哪里 486先生就两手一摊 这柯文哲讲的啊 我拿柯文哲讲的 在我的网路上讲 在我的脸书上 那有错吗 所以我们说就一般人的评论来说 柯文哲你怎么随便来 在公开讲你父亲怎么样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大家来说 这又能创造什么样民众党的价值 其实486的质疑是对的 但我要回来一件事情是 因为他自带流量 而且他本身自己也开播 自己的这个 他自己有自己的直播室 在地下室 他也会针对时事来做讨论 所以这个流量来说 对民众党很伤 加上选举又到了 所以他当然希望 以打击486来创造民众党 是一个纪律分明的一个政党 在虚拟过程当中 那当然我知道其他一个人要当心了 就是我们这个蔡小姐 他可能要担心点 可是我们回头一件事情是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 他做开杂的动作 可以达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在讨论486了 那柯文哲之前做了烂事 像金华城那件事情 这人生共分 这是学有台湾想要都更的人的愤怒 你柯文哲在你任内的时候 你做了多少都更 这大家可以比照办理吗 从392变成820吗 对不起哦 840 台北市没这个权利 所以这个愤怒是起来的 那我请问一下 这愤怒继续延烧 可能就有很多的年轻人 为了对柯文哲这个愤怒 回去返乡 投了非民众党的这个候选人 你觉得事情严不严重 所以他当然在这个时候 他总是会拿另外的议题 来掩盖他最伤的议题 那486先生本身又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网红嘛 所以486先生 他一定会站起来捍卫他的清白 所以486先生一定会讨论到 我被这个开除 可是你知道对柯粉而言来说的话 开除486 柯粉 我刚上网去查 就是486先生 有关对于柯文哲的说法的时候 下面其实刷一排哦 都是柯粉上去刷 你该走啦 梁木 你觉得这不是梁木 你离开啦 你有钱人 你去过你有钱人的日子 下面刷一排的 都是柯粉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这样说 根据柯粉的做法 面对这么严肃的话题 最好的方式 就找一个有名的网红来处理 那就是代表 吴静怡现在开始 你是要考虑 自己自带流量 自己开网路直播 你就可以达到 被民众党开除的最高厘线 但是说486先生呢 这个被民众党开除 那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这跟其他的民众是无关 但是台北市民不会忘记哦 现在大家都想要 都跟老房子换新 但是呢 能够一瓶换一瓶 或换两瓶 几乎是一个梦想 但是呢 柯文哲却是可以对建商 这么的大放送给848 全台北市民 绝对不会忘记 但是说 实际点想要转移焦点吗 应该是很困难 但是现在就说 开除了之后 民众党就会比较团结吗 大家就会是一个铁血部队吗 好像也没有啊 因为现在蔡碧如 自己也觉得很不爽 他们现在卖聊浮选 他就说呢 看这个呢 宣传海报上 没有他耶 明显有人早就不想让他去嘛 真的很心酸 虽然身为连尾牙都没份的阿信 他还是会帮那位 这个灵性的人 他要去帮他加油 所以易三兄 这个蔡碧如 也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 可能跟民众党若籍若离的人吗 对 Grace被所谓的停权一年 叫做杀鸡警侯 因为我很怀疑 为什么会被开除 所以杀鸡警侯警告的是谁 就是蔡碧如嘛 因为Grace跟蔡碧如 其实关系还不错 当初因为在市府内部 或者是在经营 所谓网络的时候 他其实是听蔡碧如的命令的嘛 然后因为陈志涵为了斗蔡碧如 所以把Grace的 Nine的管理权 全部剥夺掉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斗争 害得Grace现在变成科黑嘛 非常的不满 你为了整个内部的斗争 为了把蔡碧如的势力 赶出市府之外 然后连他的Nine的管理权 他是义无帮忙 都还被剥夺的这个管理权嘛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恩怨 但是蔡碧如呢 为什么要杀吴静怡 来警告蔡碧如 原因在于 蔡碧如最近跟柯文哲也不合嘛 因为蔡碧如昨天在脸书就直接讲了 拜托 他曾经是负责中南部党务工作多年 没错 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蔡碧如就负责云嘉南 包含民众党现在在云林的唯一的先议员 包含党部的主委 包含四叉猫 当初揭发了一堆所谓讨债集团的 其实都是蔡碧如所经营出来的嘛 经营那么久 结果云林补选 你竟然不让蔡碧如下去云林复选嘛 诶 柯文哲你下去long stay 还要求全党都要去复选 卖了的林毅里 竟然把所谓的当初在经营 云林的蔡碧如唯一封杀 而且整个你看海报 一堆人跟云林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可以上台 都可以上海报就蔡碧如没办法上 没有办法上 所以柯文哲就是不要蔡碧如 再去管云林的事情嘛 所以当然会引起蔡碧如不爽 也写了脸书来批评 那为什么蔡碧如跟柯文哲 不让蔡碧如去云林服选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胡伟这个地方选举 因为这次除了麦寮选举之外 胡伟到底要支持谁 两边有不同意见嘛 蔡碧如支持一个叫黄美瑶 是无党籍的议员嘛 那柯文哲支持的是 所谓的张龙卫的人马 国民党提名的人选嘛 柯文哲的目的当然是希望 透过支持胡伟的政长人选 来让所谓的蓝白 可以再卖了支持林一尼嘛 但是看起来 他的策略已经失败了嘛 因为国民党包括韩国瑜也好 或者张龙卫也好 都力挺所谓的国民党提名的这个人选嘛 所以这个状况下两个在胡伟上面的支持人选不同 表示柯文哲跟蔡碧如的战略在云林上面的不一样 那这像不一样的情况下 柯文哲当然不希望蔡碧如再次的来云林服选 而不是不只不让蔡碧如来云林服选 对于蔡碧如最近不管在脸书上面 或攻击中央言论 接下来会不会有相关停权的处分 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等待观察 的确蔡碧如恨不恨 三十年的情谊 现在看起来有可能 到时候是会忍不住 然后分道扬镳吗 吴贞你怎么观察 这对于民众党 对于这么重视流量的人 柯文哲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开除掉486 那紧接着连自己三十年最重要的心腹 是不是有可能分道扬镳了 我觉得整个民众党 其实好像在进行一种 内部的纯化了 就我们看有点像 不是说中世纪有这个猎屋吗 就是看着这样 你一定是坏蛋 你身上不截 我把你抓起来烧掉 好像现在民众党内部 给我有一点重感觉 因为今天我们看 包含486被开除 然后Grace被停权 我刚中午还跟Grace同台 我就碰到他 然后他刚好身上有带 他有去这个中评会说明 然后我就刚好去碰到他 我就借着他的文件看一下 那Grace为什么被停权呢 就是因为有人检举他 然后其实有用民众党的党章 党章里面有两条 一条就是说 这个党员不可以私自召开记者会 什么什么 那486有开过记者会 可是吴静怡也没有开过记者会 他只有上政论而已 所以看起来 是不是民众党中民会用这条扩张解释 只要上政论就等同开记者会 私自上政论 这样不行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一直在缩紧 另外一条是什么34条 就是说任何其他不妥的行为 也可以来处分霸王条款 那有人我也看见他检举函 里面就附吴静怡上节目 就说什么柯文哲不专业 柯文哲外行领导内行 柯文哲拉风假老二等等 反正就有党员可能很生气 统统截图下来检举 果然就让贵司受到柯文哲 制裁的铁拳 处罚停权 那问题一说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 看了觉得说有点 有点好像是不是过头了 因为说实在 贵司他讲的 其实他当然是他主观的意见 可是他都基于一个事实 例如说你选取投票前 你一直说我们已经第二名了 我们现在坐二望一 对那后来投票开出来 老三那就是假老二 那你之前态度很嚣张 说拉风 那你可以说这听起来 不那么舒服 可是这有乱讲 这有抹黑 有扭罩 他也是评论 那显然民众党就无法 这个接受 所以我今天中午 都害我也称赞国民党了 我们看国民党 那个肖静言 也常常在节目上 讲朱立伦不对 也说朱立伦 根本要负败选责任 朱主席要检讨 你看肖静言 现在也没有被停权 也没有被开除 那你再看蔡碧如这个 蔡碧如这个更好笑了 因为他就没有被找去云林浮选 那蔡碧如当然就是他之前 跟柯文哲认识久了 这个觉得老朋友 有时候你现在在走歪路 我看不下去 我总要提点一下 就忍不住 有时候讲一些话 可能柯文哲觉得很刺耳 后来就让他渐行渐远 那今天蔡碧如就暴躯了 说这个海报这么多人 这么放了这么多人 就是不放我 我中南部组织 经营这么久不放我 那行何以堪 对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黄珊珊他讲什么 黄珊回应说 因为蔡碧如现在 是台中市政府的顾问 有这个公务的身份 好像不太 可能不太适合 要行政中立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 那以后民众党 第一次民众党这么的手法 不是手法 这么严守中立 又不是叫你上班的时候去 又不是叫你上班的时候去 从来蓝绿白拜托一下 选举的时候 哪一个不是找市长来站台 哪一个不是找 下班去啊 对啊 哪一个不是找院长来站台 市长来站台 哪有人在说 你有公务身份 不要来 不要来 第一次看到那种 上面海报这么多 黄国超 黄珊珊 吴春城 这些都是立委 立委其实也是公职身份 怎么其他人都没有这个问题 就蔡碧如这个问题 很显然他被特殊针对了 所以你看蔡碧如 现在心里是觉得非常非常寒冷 非常非常心酸 他还讲到今年尾牙 那时候就尾牙就没有找他的阿信 各位对不对 那时候民众党的这些发言人 还出来粉饰太平说 绝对没有 大家不要见风插针 这是因为不同场而已 你看现在过了久了 蔡碧如还不是忍不住讲 实在是很心酸 所以你看民众党 现在内部要把这个存化 完全做成 把整个党变成 柯文哲轻卫队 不管是这种比较叛逆的 贵死或是486 还是30年老交情 一路以来 为柯文哲卖灭的蔡碧如 只要你现在不和柯文哲的意 通通都要排除 立法院国民党团 这个立委赖士堡等人提出了 挺侃军公教年金等三案 民进党团提出复议 在蓝绿都有立委缺席的情况之下 表决是打成平手 那最后主席立法院长 韩国瑜投下了反对票 原本是应该要 中立立场的院长 投下反对票 否决了 所以这个瑞德哥 这个韩国瑜说要中立 哪有中立 不过对党内的立委 陈玉珍恐怕是有个交代了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所谓的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要保持中立 那个是过去的事情了 从韩国瑜当立法院的院长以后 怎么可能还继续中立 今天的这个 从韩国瑜之前不是去 这个联署相关的 这个傅昆奇提出来的案件 有没有 什么国道 他要穿过这个中央山脉 直接过去到花莲 这些议案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加入联署了 那这一次呢 干脆就直接 他自己的意思 就把他发挥 他自己不分区立委 跟立法院长的关键的一票 就下去了嘛 对 所以从此以后 民进党要认清事实 那个什么立法院 今天因为今天江启臣 也有去投票啊 也有加入关键的一票嘛 今天好多个案子呢 第一轮大家都平手嘛 不过民进党也没什么好说白人 为什么 今天都47对47啊 民进党有51位嘛 然后官民党是52位嘛 民进党今天有这个四个人缺席嘛 可能有原因啦 有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国民党也有人缺席嘛 如果民进党都到的话 全部贾集动员都到的话 民进党今天抓手就赢了 更何况听说有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竟然有在少数的议案里面 没有投票 没有举手 所以呢可惜啦 我觉得民进党今天如果能够 全员到齐 今天抓手你就赢了 你是少数 但是你就赢了 不过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啊 除了韩国瑜跟江启臣 不在中立之外啊 他以后没有中立了 各位以后不要迷思 什么立法院的政府议长 要保持中立 没有这回事啊 今天国民党的这个政府 那个立法院的院长 已经跟你讲 没有这回事 一二都的投票的时候啊 签一票 他们要你抓手 很简单 他们还是站在国民党这边的 所以大家不要 不过我个人觉得蛮奇怪的 民进党也有到啊 民进党没有加入投票 民进党没有投票啊 我问你有什么啊 那黄国昌那位很会大小声 对民进党大小声 对国民党的轻声细语的 那位黄国昌啊 民众党的总召黄国昌说 他没有义务配合 那个配合这个什么民进党啊 也义属 我没有义务帮你民进党背书了 没有必要这样子啦 我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敢投票 帮国民党背书 你为什么不要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国民党这个就是摆明了 要讨好所谓的军工教 尤其是退休比较年纪大的 比较属于蓝营的这部分嘛 所以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什么 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部是年轻人嘛 他也知道这个年金改革的前提 是为了年轻人嘛 所以他也不敢去得罪 他的主要的这个支持者 这些年轻人嘛 然后呢 所以他站在旁边 意思是说 我站在看买是太大 蓝绿故意去打 不过也从上礼拜的 这个应该是这礼拜吧 从前几天的这个相关的复义 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虽然在立法院 是属于第二大党的少数 但是如果实际运用得当 你一样不会因为这样 就被人家搞搞的 但是我的重点还在这里 为什么韩国瑜他要投下他一票 为什么江启成 他要投下他一票 金甘丹 江启成的目标是下一任的台中市长 而韩国瑜的下一任的目标 是要跟卢秀燕 抢2028年的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的确韩国瑜呢 不再中立了 在关键的时候投下否决票 所以不要想说以后韩国瑜院长 是会有这种中立的角色 那只是说 国民党所提出的这个 停侃公教年金等三案 来 杰明哥 停侃公教年金是怎么样 要把18%给恢复吗 到底他们是怎么算的 他们是想要争取这些公教的 所谓的选票支持吗 其实在他们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有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次把票投国民党 国民党到立法院的时候呢 一定会 他不能恢复 就是之前的这个 就是退服 他只能说在过去还没砍的部分 将不能再做 就是砍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是阶梯式的下滑 这份就要停止 那这他们的选举时候是一个诉求 那当然目的很单纯 就希望所有的这些 就是深蓝的这个群众 公教票回来啊 是不是 那当然对于国民党而言来说 他们当然之前他们提了一些 很奇怪的法案 看起来都公败垂成嘛 不是公败是完全失败嘛 包括我们说什么监察权什么等等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到目前为止 还在调查权进入所谓的公听会之外 其他部分大概都已经失败了 那对于国民党而言 经过这一番挫败之后 加上我们知道最新的民调显示 国民党的讨厌度 已经到了53个百分点 这是美伊岛在3月份的民调 那已经是全台湾最令人讨厌的政党 那通常国民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还有大概三成左右的人是知他 他会回去 好去再去拥抱 他自己那个族群 而这个族群里面最希望做的事情是 停砍年金 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提出动议 说要把这个停砍要复委 那今天就是 就是要求这东西不能再去复委 就让他直接就是要复议 好那不让他通过 才有今天的这个表决 那这个表决过程当中 对于国民党而言 他们尤其是 尤其是越多的 很多的地方 也包括在台中台北 这些已经今年有选上的 其实你回去看他自己选区 像赖世保就是最明显的 他的选区之所以 他能够屹立不摇 就是那边的公务人员的体系 就是退休人员比较多 所以他当然要正面去迎战 好那当然我就要问一下韩国瑜了 韩国瑜的支持者是谁 当时他从中和能够胜出 请问一下是不是眷区 所以他的最大的本质部分 他的核心价值没有改变 韩国瑜就是一个非常深蓝的人 他就是一个深蓝 几乎是跟共产党 在这个上次去香港中联办的时候 显示他的本质 韩国瑜只是不演了 过去演的好像很中立 最优秀的这个韩国瑜 民调好感度大幅的攀升 流量超过柯文哲 几个月现行了 他当然现在 陈玉珍就恐吓他了 你不要忘记是国民党支持你 是国民党让你当不分区 你要回来倾听国民党的声音 那当然这个压力现在看起来 越来越大了 加上前天的复议案 这个国民党全军覆没 那对韩国瑜来说 他压力更大了 那不要忘记他是不分区 他如果继续要想当立法院的院长 他还是要对国民党深蓝要低头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只看到三件事情 国民党其实永远不会在乎台湾的政策 他在乎是他基本利益 这个永远没有改变 第二件事情 不要期待国民党能够提出 对台湾什么忧国忧民 或者是让乎国立民的政策 第三件事情 这就是政治斗争 最后结果 国民党还是要回归到 他深蓝的一个环境 而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谴责 我要问一件事情 国民党要不要年轻选票 过去你是强调年轻选票 而这个就是反年金 就世代剥夺 所以回头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是韩国瑜真的不言的 这个明显 你们国民党所提出的 停砍公教年金等三案 这个是用意何在 当然争取公教的支持 那只说你们在开拓年轻选票 这部分就放弃吗 还是要回到所谓的年金 改革部分 少砍一点 选票就比较多吗 今天不只年改 好几案 还有包括陆配的身份证的部分 最主要是因为行政院提出复议 那复议到底要不要复议 所以今天表决的部分 就是进入委员会审查 委员会审查 最主要立场是这样子 就是说逐年递减的部分 最主要是要跟物价指数挂钩 所以年龄改到底要怎么去改 要不要跟物价指数挂钩 这个确实有讨论的空间 比如说就我所知道 现在内阁五月要就任 要上路了 你知道现在包括民党中央 还有行政院现在讨论什么 劳保年金改革 要不要推出来 所以当然对在野党来讲 可以针对军工教这个诉求 提出他们的想法 这是他进入实质讨论 所以今天表决把行政院的复议 否决掉 不是说这个案子就过了 是进入委员会实质审查 现在行政院是不让他实质审查 所以实质审查到底有没有合理 那要怎么去改 你要有让他有讨论的空间 并不是说否决复议就代表说 国民党不要年轻人或不要改革 改革要怎么做 要不要跟物价指数绑在一起 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 你不能说连讨论的空间 都没有讨论的空间 在野党立场是这样子 讨论空间你们席次比较多一点 那就可能就过了 照你们的方式过了 今天蓝绿都有假洞 那国民党也有人没有到 那民党老科几个也没有到 所以今天书记长吴思耀在讲说 依照党规党规处理 也有三四个人 比如说今天是假洞也有三四个人没有到 那为什么没有到 各有理由 所以今天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今天为什么没有到 那比如说白银他有他的立场 所以这案子真的进入二读三读的时候 你觉得会照今天的案子去做表决吗 所以先让他实质讨论 到底要怎么修 如果是这样 那韩国瑜为什么这么关键的票 要投下去 当然表决他必须要跟在野党立场站在一样 不然包括陈寅珍委员这些 他不是说中立吗 院长最重要的 中立在桃园 他心里面当然是国民党 可是在主要的议事的部分 主持议事照程序 当然要维持中立 可是涉及到政治立场表态的时候 他是国民党 比如说 所以你也支持韩国瑜要投下去就对了 没有他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长 在主持议会的时候 他当然维持议事的中立 可是基于有相关议案 必须要表决政治立场表决的时候 他当然是维持国民党的立场 在野党立场 比如说他也去云林补选 这礼拜要投票嘛 他也下去帮国民党集了辅选 你不说我维持中立 我就不去动了 不能这样讲了 这是一码归一码 一码归一码 所以这美美姐 这个韩国瑜该投给国民党 这个政党利益还是要顾嘛 只是说这个停侃公教年金 这就是有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选票思维 今天的韩国瑜什么样子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傅昆奇 傅昆奇那个案子 总共如果让他都过了要两兆 两兆 你在干什么 所以今天也不过就是假面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他当然后面有深蓝选民的压力 那二方面就是说 他自己本质 我还记得有一幕非常快智人侯 你记得陈根基那时候在说什么 以前人事说 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 在旁边笑得很大声 韩国瑜 韩国瑜嘛 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嘛 但江启成也投下赞成了一票 我是有点觉得江启成 你真的也够了 你想选台中市长 台中市年轻人可是很多的 那刚刚明显讲说 你如果乍听之下说 哎呀 这个跟通膨来挂钩 乍听有道理 可是我提醒一件事情 我们军工教调薪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们这些军工教人员的退休金 有没有跟着调 有啊 有跟着调啊 这个时候怎么就没问题了 有跟着调 已经有顾及到了 所以你不能说 同一件事情 你给两次踩蛋吧 不应该这个样子嘛 所以国民党说了半天 就是为了自己的选票的利益考量嘛 因为他确实要拥抱 他的核心的基本群众嘛 所以如果国民党真的在乎台湾的话 真的在乎我们年轻人的话 怎么会提这个案子呢 还有陆沛这个案子 缩短年轻的案子 怎么会去提呢 马英九去中国 这什么样子呢 五指枯木团吗 你们国民党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嘛 完全我看到的国民党 就是说实在话 就是深蓝的意识形态在主导这一切嘛 然后政党的利益嘛 那你去中国是一方面跟中国示好嘛 二方面是什么 可能要去跟台商募款嘛 所以需要中国那边的银河嘛 那马英九追求个人的历史定位嘛 但这里面通通把台湾的利益排一边嘛 那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院长中 骗人的 已经一再的示范是骗人的 那就在无关痛痒的时候拿出来门面好看一点而已 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政党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真的是非常可惜的啦 如果今天群员到齐的话 因为你差没多少对吧 但是我最想看的是什么 民众党啦 民众党在干什么 各位他从严那一幕 请问哦 立法院长 他也要推人出来啊 大家知道他暗住谁 暗住国民党嘛 那我请问一下小草们 你们要支持这样的民众党吗 你们要捐钱给柯文哲啊 那一堆人啊 黄国昌什么道德的长城啊 一个斗内就120万去了 你们年轻人 你们要支持黄国昌这样子的人吗 当初他们什么声嘶力竭的 他们眼中有年轻人的未来吗 可是永远在做最投机取巧的事情 投机取巧的事情就是 没那个杀子说 我就听你国民党 根本就是小兰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他还寄予着要寄生在国民党那边 继续博取国民党好感 继续寄生政略 未来继续吸星大法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不敢得罪年轻人 所以他用巧妙的 站住人家看买手台 不得罪年轻人 可是暗住国民党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吧 什么样是真正的为台湾好 年轻人你真的要觉醒一下 对的确 来一三兄 民众党这个时候黄国昌 明明要投 今天没有去投票 所以原来是 按住国民党 然后重点还是说 如果真的去投给国民党 那恐怕对于民众党 对黄国昌是很伤的 是不是 对柯文哲要把这巴西立委 全部换掉 柯文哲不是最讲究财政纪律吗 你知道这次所谓的提案 是因为我们用十年的时间 把所得提案率降到六斩吗